Hello 各位,今天我们会介绍另一只深圳高速公路548 首先多谢网友Henry,他有提出过这只深圳高速 究竟它与1052的分别有什么呢?哪一只会好些? 我们今天就会讲一下这只548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就订阅和like 我们就开始了 这只深圳高速公路高分和名字的业务 可以说很相近,亦可以说有些地方有些不同 首先说相近的地方 既然说得高速公路,公路营业是占最大部分 但除了公路营运之外,也有做一些其他的例子 例如一些工程的建设,公路的维护,这些都正常 但他甚至会做一些创新的发展 就好像有一间公司有些事情需要解决 他会去做一些叫做咨询顾问的服务 另外他甚至会做一些环境治理的 一些水务,清洁食水,甚至封田都会有涉及 这些我后面会再说更多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业务,他连广告都会做 下一页,你会见到 大部分的公路业务 都集中在广东省深圳,或者广东省其他地方 有少量的业务,属于湖南那边的长沙武王 比起那只1052,他受疫情的影响会比较少 虽然有一些业务都是在湖南湖北省那边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广东和深圳地区 也会见到他有一些业务属于环保业务 例如南京风电,做风力发电 2017年收购的德润环境和水规源 但留意,这些环保业务,特别是德润环境和水规源 是没有放入财务报告里面的,在今年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我还未知 但是,这个德润环境在2017年 他用8亿一千万人民币收购回来 但是这家,德润是不赚钱的,还在产5千多万 那为什么他要花8亿一千万下去呢? 其实到后面说的时候,都会大概知道 他是想分散业务的风险 他不想所有东西都聚在公路上 可能有一天公路已经落后了,不再用了 可能用空中快底的时候,公路怎么办呢? 另外就是国策风险,后面都会提到的 另外他也有讲广告业务,工程资讯,联网收费都有做 甚至金融服务,甚至有做地产开发 他连楼也有起的 在下一页,你会见到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都是九成以上,都是属于公路收费 因为那些是叫做坐地收钱的 很简单的业务,非常清楚明白 你用,付钱,我有空维修,搞点,不用烦 不会涉及很多很复杂的决定 但你会发觉,其他占的比率 例如委托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广告 及其他,甚至乎刚才说的收藤服务 都有开始慢慢增加 委托管理服务由2018至2019年 增加了一倍收入前比 房地产增加了近乎两倍 连广告那些都有增加近一倍 这些业务会慢慢增加 至于总有一天,深圳高速 可能不是再叫深圳高速 而是可能是深圳综合企业 顺带一提,深圳高速是由深圳控股所持有 深圳控股也是国企 到下一页,我们就会看看他的财务报告 网友Henry也有说,想比较1052 我们就会尝试比较这间公司 在下一页,你会看到深圳高速公路 右手边就是月秀交通基建 它五年的利润平均增长 都是大约10%左右 甚至多一点 但在2019年的利润增长 深圳高速好很多 就已经维持到10%以上 但月秀交通基建就只有0.7%的增长 主要的原因就是 月秀交通基建 它高速公路的位置和深圳高速公路是不同 深圳高速公路是集中于广东省 但月秀交通基建就会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以湖南、湖北为主要 到下面就是总负债权益比率 我个人觉得不是的 当一间公司要成长的时候 它需要大量的资金 如果它的资产回报率依然可以继续 或者是上升的话 我不是很担心它的负债比率 甚至上升到150%都可以的 因为它需要钱去管它 就是它继续收购 继续扩张 继续发展 所以我接受得到110% 到下面总资产回报率 深圳高速公路 在这五年里面都可以维持8%左右 有跌 但最后都可以上回它的8% 这个不错 10%就最好 因为回报率的复息增长是很厉害的 如果它达到10% 相较上月秀交通基建就弱点了 它就值得3% 五年都几乎不同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两间公司业务简单 变成了它的收益都转趋平稳和稳定 不会大起大落 或者是一些荒网股 亦都是为何我们喜欢这类型的公司呢 好,我们继续说 市场覆盖范围548 刚才说过,不止道路事业 它不停发展环境事业 环保,风力发电,之而此类那些 水清洁那些 它什么都涉及 所以这只将来一定不是一个高速公路那么简单 它可能叫基建多过月秀叫基建 其实我觉得是 每股资产正值比的话 深圳高速现在其实只是1比1 你说它是不是划算 我就不觉得了 而它的股息率也是4厘53厘 不是很吸引 月秀交通基建 而它的资产比是0.75 股息率是7.63 股值上不说前景的话 月秀交通基建 感觉上是比较吸引一点的 回到下一页 你很明显看到 这是一个股价套来的 由01年至2020年 好明显 深圳高速公路的资产回报率高 即使它负债高 但因为它的回报率高 它的股价很明显跑赢了1052月秀 然后再回来看看 5400的股息率走势 不是很稳定的 是它的派息政策 有时高有时低 比起月秀交通基建 它的管理阵对派息的看法有些不同 留意一下 如果你现在看 你以为它派9厘的股息率 但其实因为有特别股息 它其实只是派4厘一仙 其实只是4厘多 好了 去到最重要的问题 买还是不买 综合了所有东西 我们觉得虽然值得买 但是价钱不值得现在入 因为原因有三 第一 国家政策 特别这样的经济硬着落环境 为了可以令到大陆的厂商 它可以有一个更低的成本 做运输交通 因为运输交通 是一个很高成本的其中之一 国家可能需要这些国企 去遷就这个经济 而可能是免收隧道费 免收道路费 甚至乎可能要做慈善生意 其一 其二就是现价的资产比值 1比1 股息只有4厘3 我觉得太贵了 不是很值得现在入市 再等一等 再加上现在市况 环境这么差 它一定会再下去 至少等到 0.75或0.6的时间 我们再考虑 最后的刚才都说过 低股息 4厘多高过6厘的优质股 周围都是 有没有必要要选择它 它还要买入了一些 不赚钱的水墓 那些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 时间才会回报 综合以上三点 我觉得等一等 这间公司也好 但是要等一等 现在还未值得买 那我们今天分享着这么多 那我们下次再讲下一位 再一次多谢Henry 建议这款548 拜拜